人蛇集團又騙台灣人到柬埔寨甚至囚禁 警方全力打擊 結果在南台灣又查到了非法人口仲介繼續犯案 以一條龍作業方式把人騙到柬埔寨 另外還逮到有嫌犯騙不知情的求職者 把他們拘禁在日足套房 警方一網打盡救出了10名被害人 警察啊 便衣刑警站在房門口準備逮人 男子前來開門神色惊恐 警方一進門 裡面全藏著被拘禁民眾 這回在高雄某日租套房 一網打盡 原來詐騙集團在社群網站刊登求職廣告 影月薪3到5萬元招攬員工 事實上就是將人限制拘禁 並利用被害人的手機存折 當人頭帳戶提領贓款 救出總共10個被害人 另外警方同樣接獲情報 說是有人蛇集團持續誘騙台人至柬埔寨 分別查獲5名人口仲介嫌犯 不好意思 來到機會上前逮人 其中這名蘇姓女子就是名人力仲介 以每個月可以賺5到16萬元不等的高薪面試求職者 並協助訂購機票簽證 一條龍市服務誘騙民眾前往柬埔寨 從事詐騙計法工作 從去年的9月開始就執行了好幾波的搜索 全案目前依刑法意圖營利詐數使人出國 及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詐欺妻妨礙自由洗錢防治法等等的罪移送 被逮狼被落網 警方持續打擊部法集團 就是要避免再有人落入詐騙 求職陷阱 警戒高雄做不到